苹果新的iPad在3月16号在10个国家同步销售 不仅美国在线大批的排抄 排队人潮 甚至还有台湾的消费者直接专程到美国去抢购 情况到底有多火热呢 透过东森的镜头带观众一起去看看 热情的房屋生在美西时间的早上8点正式响起 美国苹果迷笑着开心入场 还不忘和店员一一来个急掌祝贺 长长的排队队伍中不仅有警察为安 面包小贩来叫卖 甚至连咖啡店员也跑来乘机赚一笔 不过最厉害的一位就是远从台湾飞来的消费者 一口气连跑两家 就是想抢到香港买不到支援4G LTE通讯的高档新iPad 之前我是去Walmart 那Walmart当然它本来所carry的货就是货量就比较少 当然拿到的心情是很开心啦 终于觉得说排了这么久 终于是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看店里顾客和服务员一片忙碌的景象 不仅商家限定10点前 通通只能服务来买新iPad的顾客 这位足足等了20多小时的第一名苹果粉丝 更是一出店门就迫不及待的当场开封 大方的炫耀自己手上的新产品 全球的新iPad开卖的第一天 虽然洛杉矶的天气是又是又了 不过看看这样子长长惊人的排队队伍 只能说对全球苹果名而言 可是又一次的朝圣 以上是东西新闻 叶永之英文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告